大家好 2023年10月31日星期二 欢迎收看第663期睡间消息 请进行介绍话题 10月24日 广州市通过新版的城市更新专项规划 其中有一条是探索房票安置政策机制 拓宽城中村改造资金支持渠道等策略 这是一线城市首次推出房票政策 独工你怎么看 睡间消息第450期节目的标题是 历史会记录郑州红马事件 但是那一期不只说了防疫问题 后面紧接着就是郑州拆迁发房票事件 当时我已经分析了房票的性质 房票就是地方政府印刷的贷金券 在发放和回收两个层面都给地方政府带来好处 发放的时候节约现金 不用求银行贷款 不用到市场上借债 也能把土地顺利买下来 回收的时候 房票有指定的消费范围 肯定不能到本市之外去买房子 也不能不买房子 必须在指定的范围指定的时间消费 可以保证新建的房子有人买 地方政府得到的好处就是拆迁户的损失 地方政府得到的安全 就是拆迁户失去的消费自由 所以地方政府也要给出补偿 在房票买房的时候给一个打折价 如果想顺利发放房票 一个基本前提就是说服拆迁户 让他们相信几年之后的房价不会下降 买房的折扣乌有所值 我分析郑州的时候提到一件事 房票不一定是有形的纸票 完全可以是政府一句承诺 郑州之前给高学历人才发了买房补贴 博士可以拿10万元 但并不是直接给钱 而是让博士先买房 付款之后再返还10万 这也是定向的打折房票 结果高学历人才集中的金桥西堂项目烂尾了 成了全国最知名的郑州烂尾楼 这就是买房人探图房票折扣 遇到的政府风险 关于这个楼盘 最新的消息是今年7月份新宁报的采访 说按照当前的计划 金桥西堂楼盘可以2024年8月交房 其他的烂尾楼盘还不好说 地方政府印刷贷金券 原因当然是缺钱 市场不相信房价继续暴涨 而央行和财政部也不愿意继续发房地产贷款 强行脱市 对于已经产生了巨大房产泡贷的中国来说 这倒也是个好消息 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都要印贷金券 说明至少到目前为止 国家并没有全面放水的意思 没有保护泡贷的意思 但国家不印钱 也不能由地方政府随便印 从央行的角度来看 政府发出的房票毫无疑问是有价证券 甚至可以说是地方货币 和货币相比 房票缺乏监管和抵押程序 非常容易滥发 或者是做出过度的承诺 如果几年之后闹出事情 还是要中央财政来补窟窿 当年腾讯发扣币 人民银行第一时间介入 现在地方政府普遍发了房票 金融监管机构也不能放松警惕 政府发行缺乏监管的纸币 中国古代有经验也有教训 版面典型是元朝和明朝的宝钞 很快就变成了废纸 但是之前宋朝印刷纸币 也就是惠子和胶子 信用保持了一个试剂 期间虽然也有明显贬值 但始终有购买力 明显缓解了宋朝政府的财政缺口 在古代社会这算是做得不错了 对比古代各种纸币 宋朝政府最重要的经验 是要保证纸币有可靠的回收渠道 收税的时候 政府要承认纸币的价值 这样民间就算纸币过剩 起码可以指望 下一次收税的时候交给政府 不会当废纸刨舍 1175年 南宋建国差不多50年的时候 36岁的新契级 给宋孝宗汇报工作 定念分析了纸币政策 对于货币信用的影响 这段经济学论文值得一读 往时应民间疏纳 则令见钱多尔惠子少 官司之散 则见钱少尔惠子多 已故民间惠子一贯 换612十组 军民嗷嗷道路接运 此无他轻之故也 近年以来 民间疏纳用惠子 见钱中半 比之向来 则惠子自贵 该换钱七百有机 此无他 稍重之故也 新纪级说得很清楚 政府花钱多用纸币 收钱的时候 想少收纸币 纸币就会贬值 民间只能承认 6折的贬值 后来政府规定 收税的时候 固定可以交一半的纸币 信用就明显上升 纸币已经可以用 超过7折的汇率 去换铜币了 现在广州市政府 如果想给房票 提供一个保障 想给全国发房票的城市 做一个榜样 也可以找地方人 那立条法律 房票除了可以 买固定区域的房子 过几年以后 也可以按照一定的比例 用来交税费 哪家的企业交税多了 或者是被有关部门罚款了 收购一张房票交上去 市政府来负责评账 给税务局兑换成 等额的人民币 保证房票能够顺利发行 站在广州市政府的角度看 允许房票抵税 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因为肯定会有 很多人不买房子 直接把房票当作期票 卖到拿现金 无非是把当下要付的钱 挪到几年之后 这里我要提醒一下 各级干部 有自个为了当下的难处 预知未来的税收 自古以来 已经算是天大的好处了 南宋能够保持纸币的信用 所以能够顶住 建国初期的财政压力 凭空变出军费 后来南宋和冷兵器时代 战斗力最强的蒙古帝国 又对抗了几十年 是很了不起的财政奇迹 英国打败拿破仑 财政基础也是保持信用 预知未来的税收 对于说房票抵税是否合法 我只能说 法制水平和房票本身比 只高不低 房票这种超越了 国家金融惯例 缺乏监管的票据 都能发出来 就没有必要再去 纠结房票抵税的合理箱 过去十年 地方政府有土地财政 貌似拥有无限的印钞机 所以懒得维护信用 现在土地财政时代 已经结束了 地方政府必须面对现实 老老实实维护 自己的票据信用 如果占了融资的便宜 还要在信用方面 占双重的便宜 这种好处就会变成债务 10月27日 杜公寅的老朋友 王文盈辞职了 从此他不再是 深圳政委法定代表人 不仅辞了董事长的职务 连总经理的职务也放弃了 杜公寅怎么看 从我们了解的信息来看 王文盈极度看重 对企业的绝对控制权 同时非常看重 自己的无形权威 哪怕是一个虚名 也轻易不肯放下 在我们去年发布 504期节目之前 王文盈一直对外自称 是南京大学天文系毕业 这是一个很容易验证的神话 他上级几十年放不下手 现在他辞掉了董事长 和法人代表 肯定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今年以来 因为对外付不出账款 政委义团已经两次 被法院起诉了 导致王文盈本人 被限制高消费 当然我相信 王文盈在公司财产之外 不会缺豪车和司机 偶尔租一下私人飞机也不难 他应该不会是 为了收花便利 才辞掉董事长 但是因为王文盈本人 过去态度虚名 每次他被限制高消费 都会吸引媒体报道 如果换成一个 只负责执行的员工被限制 媒体的报道热度就小多了 所以王文盈辞职 只说明两件事 一是他非常害怕 媒体关注政委集团的运行状态 二是政委集团 流动资金紧张的局面 没有好转 近期还会有更多的债务违约 最近消息编辑部 是一个十几人的小团队 我们做财经分析 只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真正的深挖 还是要靠有专业采访团队的媒体 就在昨天10月30日 凤凰网风暴演栏目 推出了特稿 标题是 世界500强企业政委集团生死局 这篇稿子已经在全网传播了 享受也收不回去 大家在所有的平台上都能搜到 今天我就不大段转述了 直接请静静读凤凰网 自己总结的核心内容 一 世界500强企业政委集团 投资120亿 在浙江平洋建设的产业园 两年后已然烂尾 其同甘生产线始终没有投产 同司与建和司车间 则仅投产了部分产能 长期缺乏订单 只有领导视察参观时 员工才假装生产 四 政委集团在全国至少56个地方 建设产业园 以低价拿地 使用土地厂房及设备抵押贷款 以及接受各地政府讲补的方式 玩空手套白狼的资本游戏 借助配套商业住宅用地 涉足房地产的政委 遇上楼市冷周期 过去的模式玩不转了 五 目前政委集团至少10个产业园项目 先后陷入诉讼纠纷中 王文英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资金困境 甚至向地方政府寻求纾困资金 政委许多园区已经开始躺平 上本内容的 税前消息5067有清晰的语言 这里我也不浪费时间去回顾 接着凤凰网的深度调查网下说 凤凰网的文章 虽然说了政委集团在全国的崩塌 但是突破口 还是浙江平阳县的一个同家工项目 从文章来看 凤凰网已经有充足的证据 证明浙江平阳工厂是一个骗贷款 骗补贴 骗施工方 骗地方干部的假项目 从建设第一天开始 就没有想到要运行 这让我想起了半年之前的事情 全国政协委员王文英统治 去北京开政协会议 提出了六条议案 还通过每日经济新闻 向全国宣传提案内容 新闻标题是 守护壮大实体经济 大力发展现域经济 凤凰网去调查的平阳县 王文英呼吁鼓励 中国3000家大企业 逐步布局3000个县城 拉动限于经济发展 他举例称 2021年 郑文集团在浙江省平阳县的 半导体封装关键材料 高科技纳米材料 长三角电子信息产业研究院等项目 成功落地 肩负了浙江省特别重大产业项目 和浙江省长项目两大使命 助力平阳打造新材料产业集群 使新材料逐步成为 平阳产业的全新精明片 从现在的债务纠纷倒退时间 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郑文集团的现金流应该已经基本断了 王文英当时在北京公开介绍的平阳项目 应该他是从全国几十个项目中 挑出最好的一个当面子工程 其他项目的完成度只会更差 债务黑洞只会更大 所以凤凰网的特稿 用一夜之秋来形容都太客气了 应该说枪打出头鸟 发现不是这只鸟喜欢出头 而是林子里面只有这只鸟还活着 还能站到树枝上 所以我必须重复一遍506期节目结尾的提醒 尤其是郑文集团自己的商业信息显示 王文英夫妇已经在新年观察的拘留权 安排了几亿美元的海外房地产资产 这就更值得关注金融风险了 相比之下 老板王文英的学历问题倒是无关紧要的小事 郑文集团的问题 现在各大媒体已经纷飞下场 暂时不需要自媒体小团队来凑热闹 我正好可以把精力用来观察其他媒体 比如说上周10月25日 人民日报拿出半个版面报道郑文集团 我也在实体报纸上败读了 全文没有平阳两个字 甚至连浙江都没有提到 这也从侧面证实了方黄网的报道 现在按照标题搜索 坚守实业报国 主动融入发展大局 第一个链接是人民网自己的 第二个链接就是郑文集团的 比较郑文集团的网页和人民日报的原版 只有两处差异 一个是删掉了数据来源 郑文集团把个字 另一个就是在图片上 删掉了人民日报右下角的广告 两个字提醒 这一招多少还是能唬人的 比如说换一个关键词搜索 人民日报报道郑文集团 坚守实业报国 主动融入发展大局 后面再加上新航网三个字 第一条搜索还是郑文集团自己 第二条的确是新航网 照例转的了人民日报的报道 但是点进去一看 几天前的链接居然已经失效了 整个新航网近半年 都没有郑文集团的其他内容 比新航网更敏感的 同行是那些收钱办事的媒体 北京有一家公司 叫做华生涛略 业务主要是给财经病人写专记 我们去年连续报道 郑文集团和王文银的消息 很多原始资料 就是从华生涛略的特稿找到的 比如说2015年的一篇文章 世界图王王文银 从流落街头到几千亿大生意 就是华生涛略孟一涵的作品 这篇文章上来就说 王文银是南京大学毕业 曾经毕业上去深圳找工作 从最基层的仓库管理员做起 一年就做到总经理助理 和其他媒体的内容相比 华生涛略的王文银神话 最完整最漂亮 最适合当到我们的查证起点 到了2017年 华生涛略的作者高悬 给王文银补了一篇传记 标题是 世界同王王文银 剩下900多亿的神秘人 请请您帮我读一段 在海外 王文银在北美 南美和非洲等20多个国家 坐拥多座矿山 以太明矿场资源储量 总价超过10万亿 铜矿储量在2400万吨 到3000万吨之间 而全球铜矿的总储量 只有7亿吨左右 王文银世界铜矿的头衔 由此而来 3000万吨铜储量 10万亿的资产 有华生涛略的全面宣传 郑威集团自己也是骑虎难下 不能不认 所以睡前消息 去年第一次报道 郑威集团504期节目的标题就是 郑威压过华为 王文银的10万亿铜矿在哪 这里再次感谢华生涛略的历史存照 在华生涛略自己的网站上搜索 可以看到 至今王文银还在华生涛略的名人堂 在网站页面上 2021年有一篇署名作者周荣的文章 标题是 世界同王的三次豪赌 别的企业死了 他却堵出千亿级企业 我自己来读一段 时至今日 王文银手中已经探明的矿产资源 就价值超10万亿 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同王 郑微集团也是金属产业的龙头企业 一次投资成功 或许是偶然 但多次把握住机会 绝对要靠日常的积累 王文银三次豪赌成功的背后 是他的坚持 仔细收集资料 查看思考 若自己认为正确可行 绝不会因为外界干扰而动摇 世界同王是极度自律 带来成功的典范 到上周为止 华生涛略还是郑微集团 最好的媒体朋友 但是前天10月29日 华生涛略最新稿的标题是 大反转 许家印的大好友也要羡慕了 这篇文章专门点出了我的名字 所以我要请静静读两段 总价值10万亿的矿产资产储量 也是郑微被质疑的一个关键 早在去年11月 自媒体人任冲浩就发视频 质疑郑微系10万亿矿产的真实心 国内外任何同矿权益统计 都找不到郑微集团的名字 不少信息都显示 郑微系在全国多城 以产业员名义 获得廉价工业用地的同时 也拍下了大量住宅用地 在政府补贴下 其拿地成本被大幅压低 而这些住宅用地 往往被郑微拿到不久就转手出售 恒大就是郑微土地的接盘侠之一 据网易清流工作室报道 2018年 郑微新疆乌鲁木齐新材料产业员项目电机 同期郑微系在新疆拍下 8块金融用地和商业配套住宅用地 2020年 这些资产被打包出售给恒大旗下公司 最近持续的风波 王文英至今仍未有公开回应 他是在玩又一个失败测试 还是他已经知道自己就是那个失败者 答案应该用不了多久就会揭晓 专业的财营媒体都有鲨鱼的嗅觉 能够在整个游泳池里闻到一滴血的味道 从王文英辞职的消息来看 郑微集团这条怪兽的流动资金 或者说血液已经流的差不多了 所以注定要被人围攻 华长套略就是一条好鲨鱼 和王文英欠业的天文数字债务相比 郑微集团值得争夺的优质资产也不算很多 10月18日江西莲华县法院冻结了 政维集团持有的河北中铜矿业有限公司股权 数额10亿人民币 昨天下午清到中级法院冻结了 王文英个人的4.5亿政维补权 接下来恐怕会有很多人上门抢地皮抢机器 稍微慢一步恐怕一分钱都要拿不到 10月17日新华每日电讯提出一个新名词 侧卧式干部定性非常严厉 说这是典型的机会主义者 原文这样说 侧卧式干部最大的特点就是 见风使舵 见机行事 规避风险 趋利避害 他们往往不是从事业发展和工作需要处罚 没有大局观 而是随时观察和评估着 每件事对自己会有好处还是会有坏处 于是现实中就出现了一种怪象 有的干部干事情 要见到领导批件才肯干 遇事情要看到会议纪要才敢干 这种极端表现让人匪夷所思 侧卧式干部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 也更有市场 更要从一开始就杀住他 防止他 独工 你怎么看待侧卧式干部的说法 最近几年批评基层干部的花园很多 以前有躺平事干部 现在有侧卧事干部 以后还不知道有什么说法 关于这些名词 我看群众的评价已经很充分了 普遍认为就是形式主义 虽然新的花园还谈不上给基层找麻烦 但也是悬浮的半空 直指点点 毫无效果 我支持群众的意见 但是又觉得很奇怪 上级对下搞形式主义 本来是不需要太多的新奇概念 搞老套路也没有人在乎 为什么要造一连串的新奇名词 给自己找麻烦 前几天刷短视频 偶然刷到一场肥皂剧 中年夫妻斗嘴 我忽然发现了和文章类似的语气 夫妻刷方都预设对方亏欠自己 把过去十几年的生活小事翻出来 反复组合 形成各种新概念 都想证明对方是坏人 我把这种夫妻吵架和管理干部的工作 放到一起比较 果然发现了共性 就是夫妻不能随便离婚 干部不能随便辞退 如果能随便离婚 夫妻就不用把精力都用来搞情概念 完全可以去寻找更合适的人 设计更好的生活 同样如果在企业 上级对下级的工作效率长期不满意 完全可以赴维约军解除合同 换一个合适的人来做 但是在当前的公务员管理体制下 上级再不满意 也很难用开除的方式来换人 只能用抱怨的方式来表达不满 秘书揣摸到领导的不满 就会反复编导新名词 替领导代言 这就是侧卧式说法的来源 在抓侧卧式文章的末尾 做这也提上级设想的解决方案 请进行帮我读一下 怎么办 让制度来说话 制度措施考核标准 要体现讲情法览 讲油法列 制度措施要硬起来 不可以成稻草人 让侧卧式干部 在制度的约束下过得不舒服 尽快尽早走出舒适区 说到最后 也不过是讲情法览 这在当前体制下的效果 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想回顾一下 466期节目的评论 当时是某些地方政府 要求各单位无计名投票 选出身边的躺平干部 我倒不反对开除躺平干部 但是认为投票提名不合理 正确的逻辑是反过来 让单位领导和组织部门 自己指出躺平干部的候选人 然后用无计名的投票来评议 把考核指标拿出来 上级组织部门来审查 如果群众和上级组织部门 认为单位领导提出的名单 基本正确 那就落实 如果有明显偏差 比如说群众公认领导的亲信 才是最躺平的 但是没有被列入名单 那就换掉单位的领导 无论是躺平干部 还是侧卧干部 共同点都是躺下也不怕开除 只要公务员终身制一天不改 上级抱怨工作效率 套路就肯定离不开 躺和睡两个字 以后恐怕还要批评 俯卧式干部 补睡式干部 我觉得这些新花样 已经给领导者了这么多麻烦了 不如就请上级领导出来担责任 主动提出淘汰名单 让群众平意 哪怕公务员每年的淘汰率 只有企业的十分之一 也能让基层知道 上级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工作效率 让上级知道基层 只能达到什么样的工作效率 再看看老朋友的新闻 以领药业刚刚发布了 2023年三季度报告 前三季度 以领药业营收85.75亿元 净利润17.59亿 同比增长24.35% 东 你怎么看待 以领药业赚钱越来越多了 425期节目 我解读过以领药业的年报 人事报表很清楚地显示 这是一个有1万名销售员的 超级营销团队 顺便雇上3000工人搞生产 所谓以领药业 全名应该是 以领药品销售业 如果以领药业的利润增长 主要原因几乎变是销售部门给力 就在以领药业发表 第三季度报告之前四天 以领药业的莲花清闻再次获奖 这个奖是 中国药店店员推荐率最高品牌 新闻特别强调 这是以领药业第12次的冠军了 看来以领药业早就发现了 1万销售员不够用 必须把全国药店的零售人员 都变成自己的帮手 利润才能持续增长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这是很合理的结果 663期睡前消息到此结束 睡前消息编辑部的公众号持续更新 视频的文字内容 随后发在睡前人间公众号 视频同步的微博睡前视频基地 我们周五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